大家好,我是熊猫的媳妇萌猫 其实啊,我决定来代班之前也曾想过给自己的新栏目想个slogan 我想了很多,但是最后熊猫告诉我 你就说,你是熊猫的媳妇萌猫 你这样说,观众和我都很有安全感 嗯?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这短短一句话表明了两件事 一个是,熊猫把媳妇都压这儿了,肯定跑不了啊 你让我的弟兄们放心 其次呢,以后甭管多少人喜欢你 那你也得是熊猫的媳妇 瞧瞧瞧这男人心海里真啊 言归正传啊,我的第一期节目上传之后呢 收获了很多熊猫铁粉的大力支持 谢谢大家的爱屋及乌 你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于是今天呢,我就趁着这股子飘飘然的劲 跟大家聊聊财务自由这个话题吧 最近呢,我儿子认字,性质特别高昂 经常看到中文,就指着问,这是什么字啊 昨天他指着书架上的一本书问我 妈妈,这是什么字啊 我说,哦,这是父爸爸和父小孩 于是他立刻说 妈妈,我想当父小孩 我顿感错愕 然后打发他去跟爸爸商量 我说你去问问爸爸,你能不能当父小孩 于是他就问他爸爸 爸爸,我能不能当父小孩 这直击灵魂的发问,直接就给熊猫整不会了 熊猫最后说,呃,你已经是父小孩了呀 你看你屋子里那么多玩具 儿子听后,嗯,觉得很有道理 重重地点了点头,进去玩玩具去了 他才三岁多,他就想当父小孩啊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想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刚出生头几年 就已经感受过财富自由的滋味了 生活无忧,时间自由 是不是啊,只是你早已经忘了 不过我们是一个谈钱的频道啊 不是谈人生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财务自由这个话题 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打发的 财务自由和提前退休这两件事啊 如今那可谓真是 one world, one dream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你看大家为了一个月 总有那么三十几天不想上班的梦想 总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投资方案 帮助自己早日脱离职场苦海 那今天萌猫就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下 财富自由这个宏伟且缥缈的话题 首先,什么是财富自由 赚多少钱才能算财务自由呢 首先啊,李笑来说过一句话 财富自由就是你再也不用为了满足生活必须 而出卖自己的时间了 这句话乍一听我也挺认可的 但是财富自由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 你比如说他说生活必须这四个字 我觉得就存在很大的想象空间 比如我觉得护肤品就是生活必须 但熊猫他就肯定不这么认为 好吧,那咱就说 到底拥有多少钱才能算财务自由了呢 在这萌猫给你列举一些目前已知的算法吧 咱们一起来自查一下 首先目前最被公认最权威的就是 2021胡润财富自由门槛研究报告 这报告当中显示啊 中国一线城市入门级的财富自由门槛是1900万元 一线城市中级财富自由门槛是6500万元 一线城市的高级财富自由门槛是1.9亿元 入门级资产呢是家庭收入的31.7倍 中级阶段的资产是家庭收入的43.3倍 而高级阶段资产则必须是家庭收入的29.2倍 那按照这个算法呢 可以得出不吃不喝30多年 大概才能积累到这个财富自由的阶段 因此这些财富应该不是劳动收入的积累结果 而主要应该是房产啊股票投资等等这些方法得到的 也可能有一些短期爆发性收入的可能性啊 现在呢经济增速下降 无论是房子还是股票 长期投资潜在收益率肯定下降 那么未来普通人要达到这个门槛是不是越来越难了呢 所以很多人看完这份报告就说 嗯我看明白了 我离财富自由啊只差一个亿 字 那么再来说说美国流行的另一套财富自由的标准吧 那就是2010年开始兴起的FIRE运动 FIRE呢就是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FIRE所追求的呢 是通过降低物欲来过极简生活 从而实现早日退休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实现了时间自由 而FIRE运动对财富自由的标准是25倍的年开销 你比如说你一年开销10万 那你就得攒到250万 投资出去按照4%来计算 能完全覆盖支出 就算实现了财富自由 可是这套标准呢 如今也被广泛诟病了 说根本就没考虑这个通货膨胀啊 等等的这个社会因素 另外再说一个财富自由度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说被动收入除以年家庭收支出 这个数字呢必须得大于1.4 它这个算法呢是基于年平均3%的通货膨胀 那么被动收入是什么呀 说白了就是税后输入 就是说你躺在那睡觉 也能自动进账的钱 那被动收入等于什么呢 客观说就是可投资资产 乘以年投资回报率 那么你就算算你的家庭年支出 比方说是10万 那么你的被动收入就得达到14万才可以 你看看以上呢 就是几种财富自由的标准和定义 自查一下你达到了吗 我相信很多人答案都是没有 对不对啊 那么呢我们就来谈谈普通人 该如何实现财富自由 其实我们在谈论财富自由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啊 不论如何你都得要有本金 而且你的本金越多 你就能实现财富自由的时间越早 所以对于普通人想要实现财富自由 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积累你的第一桶金 然后用你的第一桶金呢 去构建自己的投资体系 让钱生钱 那么说到第一桶金 很多普通人实现财富自由的第一步 就应该是培养正确的赚钱能力 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其实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达到自己想实现的收入标准 就是因为他们具备的个人技能并不足以帮助他们赚取高收入 比方说 教师这个行业 你就很难拿到跟运动员或者娱乐明星一样的工资 因为咱们单从经济学角度看啊 一个运动员可以同时满足数百万观众的娱乐需求 而一位老师一次最多只能服务三十几个学生 除非你是李永乐老师 所以说每次你服务的人数或者购买你产品的人数越多 相应的你才能赚的钱越多 这个观点相信看过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 小伙伴一定不陌生啊 关于ESBI那四个象限 大多数人都还停留在E象限或S象限 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的提升自己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 以换取更高的工资 用时髦点的话说 今夜我们都是打工人 永远停留在这个象限 想要财富自由那是肯定不够的 且你的思想也会受到限制 普通人跳脱这个象限 应该考虑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最终将你付出的一份时间转化为可以多次出售的产品 不断付利 比如说哈 你在某领域的经验 你把它写成书 你写书花一份一份时间 但是呢 每一个买你的书的人 就将他的时间和金钱付给了你 相当于你创造了一项产品或服务 然后卖给了更多的人 当然了 最高级别的境界呢 是用钱买别人的时间再卖出去 这就像爱相向的投资人 他们不断投资别人创造的产品或服务 产生金钱 再不断去投资 所以到了这个境界 你才能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是时间 那么最后 我们就来说说 那些白手起家 让自己达到财务自由的人 具有哪些品质呢 在财富自由一书当中 作者Stanley和他的团队调查发现 无论是1998年还是现在 百万富翁都将自制力和融洽的人际关系 正直和努力 这几种视为成功的关键因素 对此我是非常认同啊 尤其是自制力排第一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对的 一个极富自制力的人 首先会将他的目标置于较高的位置 然后通过富有成效的方法来实现目标 而且他们绝对不会轻易的偏离航道 最后我想说的是 不论是如何实现财富自由 关键是你有没有想好 你所追求的财务自由到底是为了什么 时间自由之后 你打算干什么 要知道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人实现财富自由啊 他们某种意义上 实现了之后并没有停止工作 只是有了更多的选择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比如写作画画创业等 如果你实现了财富自由 却只是为了躺平 那么我想你还没想清楚 财富自由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如果你很热爱你当下正在做的工作和事情 尽管也许你不富有 但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谋生 而且并没有感觉到在为别人工作 那我觉得你已经达到了财富自由 真正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 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生活 最后萌萌祝愿大家都能拥有自由的人生 快点点赞哦 说不定下一个财富自由的人 就你哦